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盘刚刚就赢了金智熙 说明他比较稳定 他比李氏时都高 李氏时已经调出前三了 哎呦喂 对 朴婷怀 而且他年轻啊 是的 是的 他跟谭笑都是93年的什么 哦 他们俩一样大 一样大 哦 童年的 那这个是好胜负 确实 黑棋下一招是小飞啊 是的 他下的比较远啊 这棋 这是流行的套路 飞影了 对 弹下爬 这个也正常 然后正头 正义 比较灵动 这个猜人呢 受到黑棋的某些威胁 这个威胁呢 不是说要吃你 而是让你活得没有那么舒服 来借此做文章 那么白棋这个证呢 防止黑棋的扩大 这也很容易理解 下一招黑棋靠 那么接着谭笑下的非常简秉 但是意味深藏的棋 我从我们小乔 我们说围棋经常都是 他要走的路 不是只此一途 经常都有很多走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白棋不走也可以 你比如说现在拐 这个适应手也很好 单拐 对 随便你走什么 我就一巴掌给你 先给你拍进去 然后那个子也没死 这个是可以的 是的 这是给我们广大棋有缩性 如果你要退 他再来走 情况又不一样 他顶了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围棋是个好东西 盘上到处充满了自由的话题 好 下边一招棋 这个朴廷环也是比较抬杠的一招 这其他虎一个 二路到虎 嗯 那么白棋当然乐得就拍他一下 拍掉 接上 行 白棋拆二 对 这个拆二也是有故事 这个拆二简直有故事 它是什么呢 小秋 嗯 拆二完了明显这一袋要薄一点 对 是的 是不是啊 那么你说又用什么方式呢 拆一好像自己的空间又窄一些 它活起来好 所以很难说 我觉得呢 这个定型怎么定型 因为我倒是觉得白棋还不错 对 我觉得总的来说是白棋不错 但是怎么样下 更让心里舒服 在这一代是怎么下 就拆二或者拆一就有些纠结 对 因此呢 我觉得这个下法也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肩顶黑棋 无论走什么白棋下一招就扣头 对 这个很大 最长吧 这不长好像太大了 可以 嗯 这个就是一个下法 是 我刚才就在想这个变化图 是吗 可以这样下 我觉得挺好的 嗯 因为总体来说呢 黑棋本来这个下法呢 就是想把这一代有点扩张的意思吧 嗯 现在呢黑棋整体的空全部都 这里是你的空 我承认了 是 然后这三个子呢 由于你刚才是想飞的 离得比较远 所以对我的压力相对来说就小很多了 所以呢 白棋在这一代先转到这边来 把它的空全部压缩在这一块 嗯 还是挺好的 难说啊 你看谭笑他下了这个 当然这个是凭感觉的意思 这个也没有问题啊 但是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画面放在这定格 是 然后下一步让白棋再走 他无论怎么走 他就发现刚才这个棋啊 有点不过瘾 一边三三要防 那么你要扎定 扎定 你扎定发现这个子位置不对 人家说多一个吃啊 嗯 多一个家啊 对 有家或者是 你同样要使它这个子变重的话 这个子当然离它远一点好啊 是 是吧 所以这个 但是它有一个时间差 就围棋盘上 时常都有时空概念嘛 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 这些是空间概念 还有时间概念 就说你说 哎呀下完这个第一时间 白棋在这个地方 无论下什么都不好下 使刚才这个子不太好 嗯 但是随着时光的推移 原先很重要的事情已经变了 没那么重要了 那么有一天白棋要走的时候 这个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招 嗯 它也有这个可能 对 确实很有意思 为奇 好我们接着看 了解这些信息 强占大厂先挂了这个 嗯 如果说在这一代继续纠缠继续下呢 也不是说不行 但是呢 可能它觉得上方这个大厂有点大 对 它不走的话被人家直接手脚了 是 它先挂 然后白棋拖了一个 嗯 这个龙心战 给大家报告一下 龙心杯啊 三国维系列特赛 它是每方一个小时 独秒一次的起 对 只有一次 不能超过一分钟 嗯 对这个比赛方式呢 对快骑手 真正的快枪手 是特别好 因为它只有一次嘛 是 像有些你比方说 确实相对慢一点的 如果你让我读秒的时间 虽然是三十秒一步 让我可以读十次 那就好多了 对 如果你把它定成一次 那我就讲得没有余地了 是吧 那就每下一步骑都会觉得很紧张 尤其复杂局面 那需要时间 那就拖大了 玩玩玩 所以这个比赛相对说来 对平常下棋快的骑手 比较有力 嗯 但与此同时 从过去到现在 恰恰是这个比赛 韩国棋手夺冠军 这是比中国多多了 压倒优势 对 前十二 前十四届 韩国棋手取得了十一届冠军 我们夺得了两届 日本队获得了一届 嗯 那么本届呢 日本队已经提前出局了 嗯 现在就剩下 他们经常这样干 对 是的 嗯 好的 接着看齐 来 下一招 看齐分一个 嗯 白旗小尖 嗯 然后 尖这个 嗯 都是没见过的格级 对 白旗跳 对 这是谭笑风格的一招 就是如果有可能的时候 它是比较正 比较方 对 比较阳光 这可能 嗯 跟聂老师的教导是否有关 嘿嘿嘿 对 嗯 嗯 但是不是唯一的一招 就不知道了啊 也许还有别的 比方说像这些盯着的有没有啊 或者暂时不走怎么样啊 是的 总之这是谭笑的一招 可以去搬一个 嗯 击打 嗯 接住 这个也没什么可保留的了 对 然后出头 白旗呢 下了一个很稳健的差儿 嗯 在这一带 看起来白旗的下法呢 就是很重规重矩的 就是把自己先补结实了 嗯 然后 小旗他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故事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很聪明很智慧 是的 就是说 总的来说 朴廷环也是力量很强的一位 嗯 不过我觉得朴廷环在韩国棋手当中 算是比较均衡的 比较均衡的 对 因为有很多是 就是以力量著称的 像金智希啊 崔哲瀚 这个都是 就看得很清楚的 我们知道他是力量大 嗯 但朴廷环呢相对而言 他的前半盘 我觉得是比较均衡的 哦 是吧 他跟陈耀叶呢 就算还算比较 嗯 比较稳吧 比较正 所以呢 他上一盘对金智希也基本上是在 呃 不是那么惨烈的局面当中 最后稳稳的获胜 还是算 有惊无险的获胜 是的 因此现在这种格局啊 呃 他也许是有益导致的 就能不能稳一点 能不能控制一下 是吧 对 因为这个猜耳就很说明问题 确实这盘棋非常关键 嗯 赢了的话他就赢下 赢了就结束了嘛 如果输的话里边有 后边还有未知数 嗯 虽然中国总共有三位棋手 对对对 嗯 嗯 总之他想下稳一点可能 看得出来 可以去像一个三边大厂 然后可以去拆了一下 对 来去漏 这个也是不错的 这是 嗯 嗯 这个朴廷环紧盯 台销尖 可以去打 这个是算是一个韩国定式 这个不能不说 这是一个韩国定式 嗯 最早出现二路漏 外边逼住这个下法 我记得 是在九十年代 叶伟平和曹兴璇一盘棋当中出现的 哦 可能是东洋证券杯 还是什么 世界大赛的 哦 就是那次下出来 那次下出来 就是 知道历史 对 叶老掉进去 曹兴璇外边紧紧逼住 过去从来没出现过 后来叶老在那 暂时就不走了 因为当时没出现过 走不好就不走了 嗯 然后来再推演下去 变成这个东西 嗯 很有意思 对 所以可以算成是韩国定式吧 嗯 那么下一招 其实这个是比较抬杠的一招 是吧 对 如果说 这要走的话 是不是扎在这儿 对 这个它有一个扬变过程 就后来 在逆老和曹兴璇他们那一招 下完了之后 后来大家就出现了这种形状多了 建完三招党的时候 发现白棋这个道虎 这招是好手 先把拳头缩回来 有了这招 有了这招之后呢 又出现了这些棋 这些补格棋 后来发现这个补格棋啊 居然在此时此刻 这个棋不进 你看人家一般 你一打 这个就是历史的变迁啊 或者说社会的进步啊 在围棋盘上有的体现啊 他发现呢 一个是你叫吃 就它拖线不理你啊 小乔 叫吃做打结活 这个打结白棋很重 叫吃它其实接上 它接上 它是活棋 所以后来又继续推演 才有这一招棋 就你倒虎的时候 它下这个 单扎一个 这个罚个战 很有意思 然后后来约定俗成的 就下成这样之后 白棋根据情况可以暂时拖线 你要做它就打结活 那在什么时候呢 这个回头是岸 那么它也在画一招做火 也很大 所以任何形状都是在不停的改进 对 改的越来越好 这确实就是地球在转 宇宙都在转 你自己没有转 周围的参照物在转 它都是在变化 是的 在我们围棋盘上有的体现 好 结果这盘棋 哇 我一看吓一跳 它居然下这儿 它让人家出来 这招棋 反正我不是非常佩服 不太赞同 不是非常佩服 谭笑肯定非常高兴 他这个也钻出来 但是这个高手也下过 关键是下这个吧 我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就是说立三拆一这个形状 我看着不舒服 对 如果在这儿就行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立即下去倒是成为一种必然了 对 当然谭笑肯定对这些是完全知道的 他这条棋的意思就只有一个 我让您呢 还没活 就这个 好 谭笑肩出来很好 黑棋 他先小肩了一下 先小肩盯着 白棋这个锦衣 谭笑是好手 已经带动 这块棋 它介于活与不活之间 但双方有一些讨价还价的内容 黑棋下一条 当然就暂时不走了 先把这个做活 是的 这个做活呢 使这个变大 这个压过来 对他有些欺负 同时上边让白棋走 白棋搬一个 对 这个棋 问题就开始来了 对 他如果不走呢 我觉得是不是 就是说第一 是不走 充分可以考虑 对 第二个走呢 也不坏 但是以后还有一些故事 他就是这样的 不走会不会有危险 没有 我有点担心 不走没问题 比如说人家直接毁了 就这样要吃我 这个 太狠了 这个就要吃我 这个太狠了 这个当然需要计算 如果年轻人说 我这样就是要吃你 所以我刚才我也留有余地 我说不走 也是一个问题是不错的 走呢 下一步怎么进行 是另外一个问题 谭笑呢 可能还是觉得 就是平稳 大局调控 他上一盘已经尝到甜头了 没错 还有对于力量很强的这些对手 你当然斗力是一种选择了 叫做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是吧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散身躲过 显然也很聪明 是的 是吧 那么谭笑呢 就选择的是搬一个 因为他心里还在高兴 这期我搬我 你应手 你不在哪儿 你如果长呢 那白旗很高兴 你现在团了 对 他是活旗 他变成活旗了 那如果是活旗的话 这个甚至都可以考虑脱鲜的问题了 对 是吧 他就问你走软 那么你 金智希当然要盯着他 就肯定虎 你虎呢 这个地方白旗是没虎 但外边的头又不一样 他就这个故事了 所以谭笑还是以大局为重 现在那虎了 对 因为你这个团不是先生 人把你断了要吃了你了 对 这棋我们还是简简单单来数一下 这个地方不好数 这个白旗看起来二十六个棋子吧 没多少东西 但是一旦有机会 他为什么要跳呢 如果这个能接上还可以 那有将近十目去了 对 好 我们看黑旗这个就是三六十八 是吧 十九二十 二一二二二二三二十四目 这个算二十四目一点都不过分 二五二六二七 二八二九三十 三一三二三三四 三五三十六 就是 黑旗的空 三十六 白旗只要数三十目旗就行了 三十目旗这个地方 哎呦 怎么回事啊 不好说 但三六目旗多了 小型白旗填进去 三六目多了 都是朋友 算没什么 六目 好 七八九 十目旗 十目旗 这已经二十目了 对 这三十目 那这样看起来白旗不错 拐弯 这还没算 是啊 白旗还可以吧 我觉得白旗是 像这样的旗 究竟怎么样 不太知道 但是白旗有一个问题 就是还有一些未定因素 就是说 这款和这款 这款首先是没活 嗯 哇 这个球带已经最快还要出 我已经花了一身旗 然后呢 这三个旗就稍微有点薄吧 没有 就是它会成长 就是刚才我们算空 是算到这儿 一旦它压过来 你只能退的时候 它是增加了五目旗以上 是 它会展开 还有一个所谓 时间空间的概念嘛 就是这个大旗 谁先走到 这个区别很大 嗯 但是总的来说吧 我觉得模模糊糊糊的 没有准确数字概念 没有依据 没有数字依据的 结论呢是白旗还可以 白旗目数不错 不错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个故事马上就完了 扳头 朴玲环在等 等待 不要慌 是的 那么下边一招棋 首先就带来一个问题 谭笑是 马上下来就带来一个问题 我怀疑下棋的时候 这招它下得很快 是吗 我通过这招 我怀疑 因为我们知道 谭笑的期段 它这个棋是非常快的 它风格就很快 对 它的风格就很快 当然这盘棋也容不得人慢嘛 总共只有一个小时 你说 您觉得它不管的话 黑旗多半是鸭吗 肯定是鸭 就是鸭的 那 它是难受 那觉得 它觉得这个拐太大了 其实没什么 你退或者班都可以 退也行 就是这个是人家的 这个是人家的 这个是人家的 那么你走这个 它也许有家 家也没关系 街我就去边上走 是 等于 这种东西不能想得太过 就是说 我这个活旗的尊严什么的 被搜刮 你想得太过 你就换位思考 你把这想象成黑旗的大模样 我在这放了一个猜案 他怎么吃我 你这样想就想通了 是吧 那如果说这样说的话 黑旗为什么不先压呢 它是可以先压 是 但先压当然也有变 就是说 你压这个白旗 是不是一定要理你 也不一定 就当然理很大 不理你看小邱 我就这个形状放在这 你说我就全部死了吗 没有 你看你搬我就搬 怎么样 你这个是很厉害 你这个叫吃是很厉害 但是至少能活 至少能活一半 还有你走到这一瞬间 我不走了 你下一步还不能正着吃 你还只能这样吃 对 要不然没吃干净 对 然后我走了几个大厂 就这样想得通 但实际上我真的想说的不是这个 那就是说 谭孝是不是觉得 你这个能压的 你不压 那我就赶紧管了 也许吧 也许 但我更想说的是 上边这个旗星 就实际上下成这个旗星之后 白旗应该有一种连贯思考 就是刚才搬头让他难受 他下了这个虎 是吧 那么现在我一旦有机会的话 不被他牵着鼻子走的话 这几招不是很舒服吗 就打吃 你必须要接吧 我再顶 就你必须要挡吧 好 他下一步自补 这块旗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 对 你不走的话 对不起我是这个 嗯 这个很厉害 这样一来就变成公黑旗 插完了我说你死了 给你抬杠 是吧 所以这个很大 关键是呢 你说黑旗这一代它走什么 小旗 你补什么 它不太好 如果说 你活其实没问题 你怎么活的 活得很 你拆儿嘛 就是拆儿 拆儿被人家上面 小心人家压力了 至少我这个鼓先生 是的 这已经阳光灿烂了 影响到这一代了 还有呢 在一定的时候 你刚才就很想摆出来的这道有没有 所以我看你补在哪 再说这个本身这个交换和上面交换就是好的 是 甚至这个走完了之后 将来我还有机会走这个 它又是环境 周围环境和这个本身的关系 你不理我下一步这个 我再一拆儿 你这块要死了 然后我一点 如果你还要挡这个压 又有什么了不起啊 压我就长吗 有我就长没关系 我活起了事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说 上边可以制造一个战略性的目标 关键是 实际上对手要硬 它等于是后手 确实这步棋很大 我走完了之后 我再走这个怎么呢 是吧 我走完了 我再走这个怎么呢 所以就这个地方我觉得很重要 那么 谈笑可能是 它有一种 因为时间也少 就一般 人家一呼它就已经很舒服了 就你这样没法走了 都已经缩到二路去了 对 后来没有想着 这个 有一些奇特的故事 这攻击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对 它拐罪 这一看呢 就有点养尊处优的感觉 就是对这个局面的危机感不够 就是 你拼命要去拼搏一下那种感觉 好像我觉得不太够 因为你本身是后手 下一步你有机会抡这个的时候对不起 还是后手 就这个就有点 黑气墙先加入了 哇 这一家 这个家有点巨大 末术加眼位 气象 全局气象全变了 对 末术加眼位全都已经 对 他可能以为我就是让你来加 然后我再跳出去的话 我中间一跳 局面一简化 我这个空就是够的 他可能是这样想的 空不错 也不错 也不错 但是这个变化增加了 跳出来了 跳 对 就在这样的情形当中 你这个棋跳的越多 这个地方越像眼中钉肉中刺 这越显得这部棋巨大 对 把这个断了 这个断了 赶快捂食 这棋 虽然说我感到白棋这个下的松了不太好 但是因为围棋棋盘很广阔 是的 有的时候正确和错误都是殊途同归的 因为很难说 所以这个棋还是很难说 对 下面一部 黑棋就下到了王老师刚才提到的地方 他就是虎 就这样 这部棋却比想象中大很多 对 这个谈笑小看了 确实很大 这个他小看了 你看他这部棋好像下得很松缓的样子 不就虎了一个退了一下吗 但实际上他事关全局的厚保 本身目数也不小 对 而且他搬虎了之后 白棋这块棋 有点怪 立马看起来就有点需要处理了 现在需要处理 因为不然这一扎的话 你就有点嗷嗷叫的意思了 你接再一竖 这一块 已经不活了 两个刀八五 你要做呢 在这个棋型当中很怪 不能做这个 现在做这个是假眼等于 不是真眼 做这个 关键人家一冲完了之后 一跳你这还是个假眼 是 不需要直接跳你 对 它不是现在功能 就是你做了一招棋的投资 但是放在这没多少价值 所以这个白棋意外的难堪 但不是说不好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形势 这个地方你有可能打 我也可能长 所以不能算 黑棋的空已经跟刚才不一样了 368 19 20 21 22 这个算23肯定没问题 就算你三到我街上 我都基本上有 对 所以这23 这有24 25 26 27 到这30目是肯定没问题的 30目 这个地方白棋是零 而且还不太好 这已经30目了吧 313233 34 35 36 37 3839 40 41 42 这肯定有的 43445 46 4748 由于这个地方抢了你薄 它已经到50了 黑棋现在50目 白棋这和刚才的6目变化不大 对 可能增加了2目 8目 90 11 21 2223 2425 26 因为这个地方你就看成一个这个 无有角 就看成一个这个就是了 还是10目左右 10目好一点 36 没了 怎么突然它排面15目了 黑棋排面领先15目 刚才排面差不多 就这一点 这个变化太大了 对 细微的地方 像这种地方 这个细节好像没有处理好 对 还有一个方向 方向 还有一个就是危机感 我觉得危机感 因为谭夏呢 他是趁胜前进 你那一排很漂亮 直接冲到对方的脑巢 而且他好像对他根本就不怕 他胜率可能还占优 谈笑对他 还有可能 所以就手起刀落 就直接想砍 你这种心情可能会有 是的 我刚才这个判断不见得对 但是由排面差不多到排面15目 不见得对 但是这个形势它的吃紧是很明显的 这个时候却白旗不是很好像 对 就感到 你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 是吧 他现在这块旗和这块旗都很薄 而且你全不够 空不够 这个是最要命的一点 就是到时候空肝不够的话 对 然后你旗 本来你空不够的情况下 应该是你空 旗要厚一点 但是现在显然是黑旗全局厚 我们接着看 所以他有这个难堪 怎么办呢 结果下了一个奇特的一招 走这个 我这也下得很奇怪 对 奇心奇特 那么接着 朴定环当然这个地方也下得有点问题 这个是似是而非的 就看起来你有个这个 下一步 但其实人家走这个怎么 我把你吃了 你走这个 他走这个怎么 出不去 他的子力太多了 如果你仅仅是说将来我这个是先手 实际上这一招其实也是很奇特的 没有那么好 好 谭令环一走这个当然正好 被白旗接力 我怕他下这个 点刺 对 点刺这个 点刺这个就很难受了 那这得接 只有接 只有接那就不说了 只有接就不说了 那他下什么都行 不接还能怎么样 这一处完 后来有什么变呢 就他走这个 这个谈效正好 一顶 他顶 但是我突然发现下一招 他怎么去搬街去了 我就有点困惑 就白旗现在这一跳 不是正好吗 嗯 就方方正正做一个眼 做一只铁眼 这一个眼 这个眼不发破吧 就来你 你就走这个 他就盖这个 对 你可以出去 但是先吃一个大包子再说 您可以下得更简单一点 接在这儿他就好 就他有这个 他有这个 那好吧那就这儿吧 就这个 就这个 这个最好 好那么这块白旗高掌无忧 然后这个地方呢 黑旗走这个还要当心是不是后手 嗯 是的 那这样白旗全局平衡 还有啊 是的 就黑旗要刺招 结果呢 黑旗本来没刺招 白旗本来有机会不让他刺招 结果突然去搬街这个 这个 这个 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看重幕术了 幕术还有说你也没活 对 宏观牵制 确实这个 但是下一招跟人家出手 所以这个旗立刻就坏了 所以他们这种水平的骑手 我发现就不能等着让人家出手 嗯 你绝对是发现他怎么都有办法弄你 哈哈 这个意思 因为这盘棋重要嘛 是 所以看的时候也很投入的看 没错 嗯 那么下到这里的时候呢 接下来轮到黑旗下就起 那么我们说他们一流高手总是有办法 他的办法到底是怎么来的 哦 怎么想出来的 嗯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 好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欣赏第15件农心碑 这个韩国主将 朴宁环九段对阵中国 谈笑期段的对局 刚才呢王老师说这个 白旗这个斑毡啊有点 有点缓 出发点可以理解 心情是可以理解 但是确实错过一个机会 嗯 而且形势马上就不好了 但是呢 戏剧性的变化也随时在出现 嗯 我们接动一下看吧 这个棋很重要 黑旗先点词一下 是 看看他是怎么出手的 接上 接上 把这个冲了分手 对 一走接上 嗯 跳出来 对 总的来说呢我有个印象 这个话题还是之前也说到过哈 就在这种 类似于 呃 不要那么一上来就算对杀 算死活的 这么复杂的对杀格局当中啊 嗯 这些因为年轻人他计算好 体力好 呃 反应快哈 他们确实非常优秀 在这个领域 嗯 他们现在基本上达到了 骑界的顶峰 嗯 可是在这个领域之外 如果要讲一些方向逻辑 境界这些呢 我建议年轻骑手还是要多向 涅马学习 嗯 就是他们在这方面没有达到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 因为他们如果好好学涅马的话 对他们的骑这个 境界的这个 提升 视野的拓宽非常有好处 好 我们来看现在这种格局呢 就是四杀 非杀的这种感觉啊 呃 一看这骑白旗显然 够呛 因为黑旗这块基本上活的 这个出头有问题 这个总体没活 这边黑旗很厚 关键远远的这块白旗还不好 嗯 还有您的空不见得多 主要是这一点 嗯 所以这骑谈效非常吃紧 这个眼被扎到就够呛 不太好的气 但是后来戏剧性的突然出现了变化 白旗间有了 这个只能以共为首 嗯 对 下边一张气很奇怪 黑旗怎么会搬这个 这个 这个为什么不冲呢 冲它要挡住吗 对啊 这个有没有 断断 嗯 嗯 如果这样白旗吃不掉这个旗筋的话 它要怎么办呢 是啊我不知道啊 他们计算力那么好的 又那么喜欢战斗的 这一冲断怎么办 这两个子不死 是啊 黑旗非常好 白旗非常够呛 嗯 这是一个啊 就说到这鸽子 反正便利盘他也没下 那么 谈一下 再好 哎呦 算是有一个腾挪的余地 打吃 嗯 打吃 这个截当然黑旗可能觉得也不怕 无所谓 是吧 是的 嗯 白旗扑这个吧 对 嗯 他觉得好像这个截也不是要命的一个东西 你打赢了无非再再提一个嘛 也没有提到外面去 对 你提 然后白旗提 黑旗 黑旗 击打 击打啊 黑旗现在平地环一看没有特别合 它没有合适 这些地方是有截但是本身是损的 哦 就第一个是截 都损的 对 有点死 嗯 所以他一看有余地 所以他就吃这个 提掉 对 黑旗再提着弯 白旗再扑一个 对 对 这两个 嗯 也算吧 也算是还算合适的结材 哎呀 挺有意思 他提 然后黑旗扳了 这个扳损 是 对 烧损还好 黑旗再提过来 这下谈效没有合适的结了 嗯 所以打 嗯 嗯 黑旗是 他接上了 接上了 接上了 然后白旗贴出来了 贴出来了 好 就这个局面 是的 嗯 这个旗呢全局的形势和刚才的判断 目数情况区别不是很大 对 但是呢 白旗这颗旗没活 嗯 当然这有个结 也有纠结 同时这有个段 这个段呢白旗不可能去补 嗯 单观 所以呢 这个段就是对黑旗来说理论上永远存在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带来一个话题非常好想求 就是围棋盘上的动和劲 嗯 嗯 这个动静相宜啊 这个动和劲的问题 下边呢 朴廷环采取的就是动 这个动呢 有的时候会被对方借力 对 尤其是强势方和弱势方 强势方动力的时候 弱势方借力是最好的 嗯 经常我们举例子嘛 比方说一个体型很大的人 和一个体型很小的人 嗯 体型很大的人 他们假设要打架的话 体型很大的人 向这个体型小的人冲过去 加速冲过去 要把你打扁 那个小的那一方机会就来了 嗯 是吧 它一转身一瞪 哇 一个这个嘴啃尼 嗯 所以这个动和劲的问题很有意思 所以其实我就看呢 下边朴廷环它是动 嗯 它也不见得不好 但是这是我们欢迎的 我比较担心它是劲 它不动 不动它怎么下 就这个 斩草除根 把这个吃了 吃劲 这个吃劲小学 它不是说无期自补 不是说没有内容的 在移劲的时候 它也搁你这个子调了 哦 可以挖断了 直接就挖断了 就收官的时候 我一挖就直接吃了 完全没有看到 对 它不是这个 它是直接一出 它一挖就把你这个子吃了 哦 那有点大 好 本身走干净了 然后呢 让您走 嗯 这会儿你发现啊 白旗就有难受了 你又不能去走单关 一走单关 它就开始收官了 待会儿 靠下去 是吧 但是你不走又不行啊 这有切断 这有断啊 这块现在已经风声鹤唳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作为黑旗来说 我怕它这样下 嗯 这个可能是功力深厚的一种下巴 因为这本身也大 对 因为白旗什么时候一高兴了一搬 也是一招棋嘛 你看你叫吃它接上了 这个也很有味道 这个本身就大 你这个不是要接吗 对 它补齐之前想问你一下 你也很烦 嗯 你印在哪 你这些是损的 嗯 那么你就要印 你怎么印 是吧 你印完了人家也很理 对 是的 这样一来的话 白旗的木树已经得了一大把 对 而且把自己的眼都做起来了 还是挺大的 对不对 担心它这样下 幸好它没这样下 但是可能它们还比较年轻 哈哈哈 冲冲冲冲冲冲冲 嗯 想要主动进攻的欲望很强烈 它叫冲 嗯 再往前冲 但是尽管如此 我认为白旗不好 对 形式还是不好 是的 嗯 从那一代开始好像一直都白旗 嗯 比较被动吧至少 对 但是后来黑旗越攻越猛 但是这个旗盒有点搞不清楚了 嗯 黑旗断了一个 直接把它切断 他觉得你这个怎么那么薄啊 我肯定得想点办法收拾你 对 白旗断它也是力量强的 那台下一看正好 先提一个 这个节的关系 这块旗的生死 所以我先提 嗯 黑旗斑 黑旗斑 白旗很老实介绍 介绍 因为一介绍这一袋有个东西 嗯 然后白旗就打吃 这个他们都算好的 嗯 他就说如果我这个能吃掉 您这一块就乌乎挨摘了 嗯 他先冲 最冲黑旗是居然不要了 是的 他不能要了 是吧 小车这有断 断了把它连根给吃了 所以他不能直接断 嗯 他很生气的一点是 他断了 他肩上人家一病 是活的 他这一点他有点生气 他没有一早充着一下 对 但总的来说这个已经够了 就是黑旗出拳太猛 对白旗来说能下成这样子的够了 谢天谢地太好了 我们待会儿来数一数 这个空 他这个价值是非常大 嗯 铁丁环 那现在当然这个铁很厚 全局都变得铁厚啊 对 然后是不是想要吃这个 嗯 哪有那么简单 这白旗先把墓收了再说 数钱 这一块 这一块 嗯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七二十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 这个已经直奔三十五目了 这个有点质大 它的价值了 三十五目了 还没算外面这个打吃呢 然后你千辛万苦就是把这个吃掉了 对 这块当然你全部吃了你本事大 算你了 是吧 这个有点考验 这个对白旗来说的形式太好了 其实刚才黑旗按兵不动 我觉得这个白旗够强 人家说旗长一尺无眼自活 但是这块旗呢 凉一凉可能一尺也差不多 但是能不能活呢 也是一个未知数 对 这个也是现代旗的一个讽刺吧 一个幽默 就是 现在就是这块旗说道理都没用 谁的力量强 谁就是高手 对 要能吃掉你就赢 你吃不掉你这个旗就空就不够 那输多了 就是这样的 而在过去呢 过去旗手他们的价值观当中 过去的那些高手他们考虑问题不是这样考虑的 确实跟现在有点不同 但是现在的发展到今天 事实是证明呢 现在年轻人敢想敢想 胆子大是对的 自由是对的 我希望在他们当中 就是产生更加全面的 这个居高临下的这样的高手 好 记得看吧 这个旗 补充一下 现在我认为是白旗谈笑有机会 如果 不然 像刚才那样 黑旗不动 我觉得选 嗯 那么白旗现在的目标很明确 要把这块旗做火 白旗靠 对 这死了是太大了 所以作为黑旗啊 你站着黑旗的立场来想 就你必须把它全部歼灭的时候 你发现自己被逼到绝路上 压力很大 对 白旗靠一个 这是藤罗的好手 黑旗街上 这个时候有点不理解 他为什么不能考虑走着二呢 哇 他现在可以 每一招旗都可以有很多下 所以下围旗就是吃旗的这一番啊 很艰苦 很纠结 所以他赢了 他如果吃到了 那就很爽 不仅仅是这一招旗 心里的自我暗示啊 自己的愉悦啊 自我营养啊 都好多了 但是他吃的时候每一招都有很多变化 很难 白旗鼓 那么黑旗呢 还是要考虑给自己留条后路 你不要走在外面 关进去杀 不见得杀不掉 但是呢 这样一来呢 至少他这里的木树先收了一些 然后白旗挖打 对 抠打出去 有这个破土而出的感觉 但很快呢 他特殊的变化又发现 他又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对 断吃这很精彩 提掉 再挖打 抠打 哎呀这很精彩 黑旗常态一声 黑旗 提掉 白旗再提掉 这会儿可能我估计 我们谈一下 他的心里已经在想 在唱歌 拉下了 在唱歌 他已经 我这块旗子活成这样了 都 嗯 当然再一鼓 这不是活了吗 已经 鼓了你挡住我 我这也是个眼 这个子 这个节你要跟我打太辛苦了 我提过去 带着你这块旗的生死了 他主要是不怕这个 他主要是不怕这个 差点去 没有这种旗 他完全不怕了 他说先冲这个 冲一下 这个翻出去了 要吃我好像有点勉强 对 但是呢 这个旗啊 就这么怪 嗯 就是说 确实白旗只要一做活 这个黑旗控制 肯定是亏很多 肯定是亏了 但是这个旗 它就是具有讽刺意味 真的 就是你只要一放松 都是高手 有一方确实因为 刚才有什么不足啊 出现了问题 但是另外一方 只要一放松 你看 刚才这个形势觉得很压抑 周围啊 黑云压沉沉欲催啊 白旗压力很大 现在突然一下 全部活了 嗯嗯 这也白痴了啊 对 心情很愉悦吧 很容易 就放松 对 放松后来很快又 又出现逆转 这个 这个旗呢 哎呀 有的是你感慨的东西很多 而且这个快旗啊 就有人说 这个快旗这个东西 你就很容易把一点优势 就给它 无限地扩大了 你觉得这旗我实在是赢得太多了 他怎么还在想 你就经常有这种想法 那这种想法 一旦产生之后 你的旗就越下越松懈 越下越松懈 对 老有这种想法 就说明你的资质当中 成为绝顶高手那一点 还欠缺 不够 确实 嗯 走这儿 那么黑旗呢先把这个管下去了 嗯 黑旗倒是 就是 我觉得一点也不着急 看这样子 没有他没办法 谭笑这儿下得很好 他没办法 他吃不着 就这个搬我一看 哎呀 就是谭笑他就是觉得这个旗已经拿下了 嗯 就这招旗下得看得太不舒服了 这旗干嘛要走这个 你走这个不行啊 这个不是全世界最大的旗吗 这一走不就赢了吗 他是什么意思呢 小圈你等于这个 对呀我要小尖 你小尖我就挡了 这旗你只要飞不进来 我不是就是活旗吗 因为我这个是先手 有这个挤是先手就行了 是先手 这不是标准活旗吗 对 你只有吃这个 这个先冲一下 挡住 然后我再顶 你只有住 我再一壶 你这个射出来啊 就藏出来 谁吃谁啊 你只有提啊 我再一挡 这不是活旗吗 活的大的方法很大 不过他会不会有所担心这个挡住呢 那不管了 那边在挣扎 这是活旗啊 就说这个提不到了 这个提不到了 对 这肯定会有点关系 也许有 但是作为白棋来说呢 我觉得这条路是阳关道 是 这条路是阳关道 然后我们再来看实战 就这个棋 我觉得谈下去 但是回顾说 这盘棋下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不会了 大优 都是有理由的 可能是大优 因为这块活了就行 对 但接下来下个你一看是矛盾的 你看它一搬 你看它一吃 我觉得它可能是有些优势意识 然后呢 它的下法呢 它都是想什么呢 它就是想把自己这块保湿拍到这个 活透 对 这样就活得很干净 我都拍到了 你就不能再吃我了 把它提掉 然后它把这个逆收给收了 对 要不然这个逆收巨大 那不是 有事 有事 对 很难受 它还是要靠这个团 对 挡住 然后挡这个 挡这个的话 可以去空点吗 对 是空点 点这个 然后 就是很苦 很苦 反正可以立这个 可以立这个 然后再立这个 还是得靠这个团 它可能要铺掉一下 铺掉一下 然后这样 这样生活 丢不起这个人 然后弯在这儿双糊 这是一幕都没有 对 这个是 是一个很严重的 邱丹云至少 至少 你就算说担心什么的 你就第一时间你就拍这个 就不要 也比它好 对 然后它退出来现在该移走 那也好多 那也差多了 是 拆手棋啊 它现在等于说 这手棋放到这儿来了 对啊 木树小啊 等于那边又尖了一下 是的是的是吧 就这个地方 差距有点大 现在其实白棋可能 还是好一点 但是这个下到这儿 如果是棋手 它自己对局当中 还沉浸在 优势 它等于有这个故事 就给大家聊一聊 就是有些棋手是判断形式的 追求数字化的 对 这个从古到今都有 但是这个我们知道 围棋盘上数字化也很难 有的时候形式判断 你比方说这颗棋算多少木 这个就不好说 准确的 还有这个算多少 之类的吧 还有一种呢 就浪漫型棋手 有的时候是不判断形式的 它凭感觉 它是按照这个棋的进程 是 棋的进程还有大体上 这个水平很高 经验很丰富 是的 有些定型的这个 你来我往的这个格局呢 我占了一点点便宜 它心里是有感觉的 是 我吃了亏它是有感觉的 它是依据这个 下到差不多的时候 说我来确认一下 我这个感觉 对不对 现在形式应该是我好 它才进行形式判断 那么浪漫的棋手就容易 因为盘笑我觉得也属于浪漫型的吧 它也是就凭感觉下到现在 他说这个棋我肯定是好不少 那是30多 肯定不是一两目的优势 它就有这样的感觉 然后依据这个感觉 再来推进棋局 像这些就可能出现 对 所以 当然这个棋确实太快 其实这个时候 我觉得白棋还是有一点优势 若干 但已经不大了 不大不大不大 都是想象中那么大 对 黑棋现在拆了一个 这个大 这个全盘最后的大成 这个太大了 现在 提了一些 就是白花花的现金 这个是 对 它提了之后 这个时候黑棋很机敏地顶掉了 要不然这底下的木木会差很多 再花 嗯 对 白棋里 一定要了 立 黑棋撑住了 撑住 然后靠压 靠压 差不多是这样 黑棋搬 把它再提 抓倒一下 接上 然后就把它推上 嗯 白棋长起来 对 挡住 是 然后黑棋先把这个接上 接上 哦 这个节目所以很大 因为这个不是这一个字的问题 嗯 是这个连根吃的问题 对 在虎 对 这个也是对的 下一招 这个是 下面两招棋是非常说明问题的棋 首先是这招棋 求战营 就这招棋呢 是 朴廷环还是觉得这个形式可能差一点 细 但是差一点啊 毛的很紧 盯着这边的味道 嗯 要不然呢 一般的感觉 要走吗 好像应该是这些 他好像想要紧住他气的感觉 是啊是啊 或者是暂时不走都可以啊 他黑棋就是他这种抬杠的这种心情 他好像想紧他气的 危机感 还有危机感 拼命追求 此外还会不会有这些东西 就是棋盘上有些东西呢 我们是永远不知道真相的 就比方说下这招棋的时候 棋手他在想什么 他真的在想什么 那一瞬间 对 还有他感受到什么气场 这些是我们永远不知道的 我们只能猜测 对 所以我就觉得他下这招棋 是不是感受到我们的弹效有些放松 有可能 然后趁趁追击 那个 因为两个人都坐在棋盘上的时候 对方的那种各种的变化 对 不管是表情 还有手势 对 气场 就是捕捉到你这一点 然后呢 不该得到利益 我掳一把看是不是就得到了 后来他就得到了 嗯 那么就是弹效这一招棋 这个捕的确实有点抓强人意 对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因为这块去没活 没活呢 只要黑气任何时候走这个是先手 对 你必须走这个 那么如果你没活还要去收气吃的话 那就不能看了 是吧 所以弹效稳稳当当补了一个 这个就是 我一看这个就完全不对 他后来捕这个 人家走这个 他还得命这个 他又捕一个 这个必须捕 这个大身腿进来本身关子就大 你还没活 变成收气了 对 他为什么不搬呢 我不知道 不明白 挡住 你挡住 这一阶是昏招 一搬一收还是没活 这个刺是先手 这个刺你不理他 他先手扒木 这个受不了 你立 他立 怎么了 你这边随便耍什么花枪 我这个眼位是在的 嗯 这个你已经损了 注意 是吧 所以呢 我下一步这个 这个再给你拱进来 你受不了吧 基本上是这样 你这个要挡吧 我再把这个一做 这个和刚才擦两目 就这两目就够了 擦两目 对 两目就够了 白擦两目 还有心情出入巨大 是的 你看人家走这个 你收一个这个 人家这再来一下 你这还不得不挡 你说有没有一种被人家 除非谭笑认为这个棋 我怎么着都赢了 嗯 随便你怎么着 确实现在也是他好 就算你怎么着都赢了 也尽量不要下这样的棋 对 就这个棋 因为这棋如果说你怎么着都赢了 你手就松的话 那么到了你下紧棋的时候 你就会有的时候就会紧不起来 对 我觉得还是李适时这个故事好嘛 他的自传你说的嘛 他说我跟任何人下棋 为什么我都要尽最大努力呢 就哪怕优势都是这样 对 他说就是因为我跟你不是下一盘 对 这一辈子只要我们能碰上 可能我跟你下一辈子 那么我就用句俗话来说 我卯就要把你卯疼 他就是这种 他要把你击溃 而且击溃了之后 要把你的信心都要击溃 这个太狠了 就争取达到这个效果 对太狠了 不 这也是对于这个竞技事业的尊重 我觉得这个是无可非议的 人家做的对 当然我这很 我是一种宝义 不是说说对 是是是 好 然后就下成这样 我们接着往下看 对其很重要 弹销疫营本来就已经搞定了 对 而且现在形势还是确实是弹销好 现在黑气翻出来了 翻出来了 然后白气断一个 断 这个是不是要断 这又是一个问题 球连云 不太清楚 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蹲一下也是一个很好的 单力是吧 它补在哪儿 你不走我就吃你 你补在这儿不是我还有个这个吗 所以但这个不说了 这个断当然也是不错的一招 对 一走一成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单力 这个也不一定需要跑出来 比如说这中间冲一个也挺大的 也很大 就虎了先手 然后把这个冲了挺大的 都很大 可能还是白气好吧 我觉得 但是这个时候双方可能已经进入独秒 还有这招是不是要挡也是个问题 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探讨 比如说夹在那儿 比如说拐下去 拐下去 拐下去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你大概正好走这个 他就把这个吃了 探子 嗯 把这个打拔 你就把这个打拔 对 就这些也是应该有的变好 但是呢 优势方啊 确实是好像是犯不着吧 对 记得这个它这些拉出来 将来这有些是你里面的虎 是吧 是的 但这个就写异了 不能说的很很那个 还是说正常的 看一下实战吧 对 它挡也是对的 白气挡住 嗯 然后黑气爬过 黑气爬过 而且谈销的棺子应该是很好的 嗯 后来为什么会出问题 我觉得还是可能 有一个错觉 一直认为赢不少 他觉得优势 赢不少 我发现它 对 它在这一点上还是比较乐观 下面一道棋 我也是 哎呀 我一块钱 嗯 在这个地方双方心里 照我的解读 有一个斗智斗勇 嗯 这期呢 谈销是 第一个是应该尝 我觉得为什么不尝呢 因为它这个接来不及的 没有这儿先来一下 打吃一下 然后等它接上 你必须接上 我这个不会了 我随便走 接着可以 你一吃我把这个薅了 你把这个吃掉 我这儿一下去 你怎么得了 那这个不行 这肯定不行 这块鞋快死了 明显不行 所以我尝这个的时候 你大概只好走这个 你这个我吃回去就吃了 怎么了 然后黑鞋 你不理我下一步一提 这个是乌龟不出头 你已经死了 所以你必须走这个 走这儿 对你走这个也应该 走这个我也不理你了 我留有这个 是的 是吧 看来这儿还是很多 可以下的 是它好 是它好 是白就好 实际上拐了一个 又这一块 然后吃回去 对 就这个打 我觉得这个打 是最有文章的 这个是朴婷环 我夸张一下 我们讲维系盘上的人性故事 情感故事 这刀其实朴婷环在气谈笑 在气谈 我本来可以打在这儿 对了 他本来没变是打这个 我就要打这个 让你尝 然后让你回想 刚才那个变化 你在这儿等于白花一首棋 我给他解读是这个意思 就是职业棋手 他们的那种 打个引号的勾心斗角 打个引号 下成这样 是非常多 非常微妙的 就我一看这招棋的时候 就有热血沸腾的感觉 就是说 哎呀 如果我在下午觉得被他调戏了 就是这种感觉 不知道广大棋有同不同意 把这个打拔了 但是围棋盘算的故事 这个也不好 这个应该挡住 看来是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不太够 对 所以赶快了 这个白棋应该挡住 白棋先挡住 两边都是八目一样的 对 这样凭空给黑棋留了一个妙手 然后后来呢 吓成这样了 白棋把这个虎 对 就这个意思 我们给大家看齐嘛 看着这些味道不是挺好嘛 挡住 嗯 打拔了之后 黑棋 把这个 对 断吃了 断吃 这个是白棋刚才交换 黑棋接上了 接上这个后 交换了一下之后 白棋把这个弹回去 白棋必须要走这个 就是下到 这个时候呢 已经 已经不行了 已经好像要 要输的样子 但是白棋呢 可能唯一的机会就是 考虑是不是先加进去 这个 也许 这就很难讲 他那个一路走到尖 这个被他尖到有点怪异 嗯 后来呢 就黑棋这儿的尖到了 最后就下成这样 嗯 他接在这儿 然后呢 还是只好退 白棋弯 这个可以多了 把这个跳住了 嗯 这样一来呢 这棋实在是下不定了 嗯 最后的结果呢 其实可能 广大棋友也已经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朴婷环是直黑 是一幕半 战胜了谭笑 很遗憾 这盘棋应该说谭笑 最两步走回来就行 对 非常多的机会 好 不 但是我们要公平一点 非常多的机会是在 本来也不太好的情况下翻过来 确实 好 那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看 我们下期再见